掛例啦,我們就是接著這樣再講 那個 之前講的掛例好像是看書中第一個掛例 那這是第二個 所以我們不是說故意去找人家毛病 去挑什麼掛例來講 我們沒有這樣子做 我們就選他第一個第二個來講而已 好,那這個是 新四年 深月 分五日 空虛漢 好,那這邊他寫錯了 你要注意一下 他這邊是 第二窯 那個應該是 圈圈 他寫成X那個不對 應該是這樣子 應該是這樣子 好 應該是這樣子 好,那是這樣子 那這個掛例他是沾官司 他說 某男士 五十歲 沾官司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 好,我們看到講義第五十三頁 這是他的一百二十六頁 那邊 好,他說 四遙遲觀 四遙遲觀 在月為旺 深月嘛 對他旺向這個沒問題 在日沐浴 我講過這個你不用去錄沐浴啦 錄沐浴要幹什麼 你說錄這個日來刻就好了 那一旺一刻 這樣子是打平 那官司臨身 無法擺脫 此官司嚴重 他的意思是 是說 因為他對月望向 對望向 所以他說這個官司 一定要打 無法擺脫 此官司嚴重 那其實也還好 因為他對月望向 這是對日來刻 這重點是因為他四遙遲觀 四遙遲觀的話 就很麻煩 四遙遲觀的話 就很麻煩 尤其是望向 對月又望向 所以這個 打的機率很大 他如果說不要對月望向 然後有 日來衝 這樣就可以不用擺 或是日來刻 這樣子比較好 但是他對月望向 所以這個官司應該要擺 再來第二點 四遲清隆觀 他說第一次換上官司 那第三點 他又講說四遲清隆觀 代表說換上之官司 與喜慶有關 那這樣不是很矛盾嗎 那你這樣子 豈不是說第一次換的官司 都跟喜慶有關 或是說你只要換上 跟喜慶有關的官司 都是第一次換的 對不對 清隆他沒有那種第一次的 清隆是指 如果說喜慶的話 這個還說得過去 那你說清隆是第一次 所換的官司 這個比較不合理 所以如果是我的話 我是會斷說 他是換上這個 跟喜慶有關係的官司 第四個號 應咬持藤舌兇 引目 應咬持藤舌兇 引目 再月為死 他說再月為死 這是月破 這是月破嘛 在日為絕 在日就 這不是絕啦 這哪有絕 你引咬的說話是什麼 太毛未生 是生還是絕啊 他是五的話 這沒有絕 他只是論修求就好了 在日為修求 然後在月為月破 這代表什麼 他說代表檢察官偵查 主要是警告性的修理 因為他把應咬當成是檢察官 檢察官羞求月破嘛 對他起不了什麼作用 所以他說這個 檢察官是 主要是警告性的修理而已 並不是真的要治他的罪 不過這一點的話 我是比較不認同的 你不應該把這個應咬 當成是那個檢察官 這個有時候不必這麼看 如果說他是跟人家打官司 有對方的話 這個應咬可以當成是說 跟他打官司那個人 但是你如果說沒有 沒有有時候 這個應咬就不用看 有時候 你一個檢察官應該是以官咬來看 檢察官法官 那個是以官咬來看 並不見得是以應咬 好 那第五個 玄武護害動和應咬 空網 他說這個玄武害水掌咬 動了來和這個應咬 那應咬是 這個害水是空網 他說這個代表什麼意思 代表說檢察官以偽造文書 為檢察重點 將來起訴也以偽造文書來起訴 這個應該不是這麼講 這個如果說你害水動來生和應咬 如果說你是有跟對方打官司的 有對象的 那個是指說 這個害水一般是指證據 害水掌量是指證據 就指證據對應咬比較有利 因為他來生應咬 對應咬比較有利 那這支掛怎麼解釋 這支掛只能講說 它的害水動了 那動了它會怎麼樣 它會來洩這個四咬的氣 它動了來洩四咬的氣 那四咬本身就已經不光 它動了來洩四咬的氣 那代表什麼 代表說這個證據 掌量都有證據 對四咬不利 因為它洩掉四咬的氣 只能說它對四咬不利 那這個宣污掌量也代表說什麼 不見得說一定是偽造文書 當然也有可能 那也有可能說 是證據 它提出的這個 四咬提出的證據 有遺漏 或怎麼樣 它提出的這種辯解 有遺漏或怎麼樣 這都有可能 當然也有可能說 是偽造文書之類的 因為它偽造文書 來洩掉四咬氣 這個也有可能 第六個 朱雀財虛土空亡 朱雀財虛土空亡 那它的意思是說 沒有拿到好處 惹上官司 有話無處處 這個它這樣論的話 我是比較不認同 我是認為說 它這個虛土是什麼 是假空 因為它對日妄向 那空是假空 那這假空的意思代表什麼 才有假空代表說 它要打官司沒有錢打 這個人沒有錢打官司 好 那第七個 嗜辭官陽刃 嗜咬辭官 因為它更日 這是我們張傑克有講過 張虎日 對應到什麼 為陽刃 那嗜咬剛好是陽刃 嗜辭官又陽刃 代表說 患上齒官司 心頭昏腸 銀心 銀心就是說很認 很生氣這樣子 這當然的吧 應該沒有人說 打官司不會生氣的吧 這等於白講的 第八個 然後 勾護止水暗動 懸辱護害水明動 他說這個 偽造文書有兩件 他說這個 勾 這個 勾跟長搖 暗動 因為他對於月 望向日來衝暗動 然後這個 懸辱掌窑明動 他說這個 總共有兩件 但其實不應該這麼論 並不是說掌窑動 就一定是偽造文書 你偽造文書的話 一般是懸辱才算 懸辱才算是偽造文書 你勾成的話 勾成應該不算 你要的話至少層舌還比較像 你勾成的話 勾成一般代表中後老實 那怎麼會算是文造文書 應該是 玄武這個才算 那他是這個也算下去 第九個 玄武 玄武掌窑害水空亡 化五火子孫日寫 他說這個 害水掌窑化出五火子孫 跟日 來寫 這個不用這麼論 就不用這麼論 那他這麼論是說 偽造文書之事 想要脫罪 在解釋上 會有一番折磨 那事實上這個字型 你不用論 不用論 再來 第十點 硬搖 硬搖胸 引目越破 他說這個硬搖 硬搖胸壁搖 引目 越破 他說什麼意思 檢察官不講情理 硬要辦此案 那這樣子不是跟第四點有矛盾了嗎 他說硬搖 有瓷疼蛇 胸 銀目 再越為死 再日為絕 越破 他說檢察官偵查 主要是警告性的修理 那這邊怎麼又說檢察官不講情理 硬要辦此案 這不是矛盾了嗎 所以這個硬搖你不用管他 這個並不代表檢察官 檢察官是官搖 好 好 那第十一個 硬 這個硬搖 是硬 舌胸 硬搖 硬 舌胸 然後跟這個四搖 四搖是太歲子孫 四 不是四搖 四年的四 還有身 身是這邊 關鬼羊 他說這個三行 但是像這個病沒有動 他好像都把這個 適應當成動搖來論三行 這樣子並不對 隱四身 他認為說隱四身 這樣論三行 說檢察官法官有心強 幫忙解除罪行 但礙於法律虧辦不可 這跟第十點不是又互相矛盾嗎 第十點講說檢察官不講請你應要辦此案 他現在就講說檢察官法官有心強 幫忙解除罪行 但礙於法律虧辦不可 他這樣解釋的話 不是好壞都講了嗎 好的也講 壞的也講 到底是哪一個正確 這個不能論三行 好 再來第十二個 他說掛身 在 印 隱藤舌胸 月破 起不起訴 在於檢察官 但此掛一定會起訴 這掛身不用論 好 第十三個 有官月 他現在是在講流月 他現在是聖月 那下一個月是有月 那有月的時候會怎麼樣 他是一個一個來講 他說有月的時候是官 因為金嘛 是官 有月的時候是官 那官來行事官 有月跟這個有是自行 他是這樣論的 所以他說這個 不擠 他是不能這樣論 有有那個不能論 不能論說那個什麼行 再來虛月 虛月的時候是 雲無虛三合子孫 此月會輕判 這個也沒有人這樣論的 他說虛月的時候是怎樣 他說虛月是 雲 五 還有 那個未來的虛 未來的虛 虛月 他說這樣子三 三合養居 他說這樣子會輕判 沒有人這樣論三合的 沒有說 這咬沒有動啊 也沒有人跟以後的月來論三合 沒有這種論法 沒有這種論法 再來虛月 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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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祂 虛 伶 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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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九十一年是五年 五年的話也是子孫年 那隱月的時候 隱五虛三合子孫 此月會輕判 他說隱月的時候 跟隱還有虛 虛 我不知道為什麼他虛可以論三合 我也不知道 他跟這個論嗎 會不會沒有 沒有虛的 他說這個隱五虛 這樣可以論三合 他事實上這個虛也沒有動嗎 我不曉得他為什麼會這樣論 他說此月 此月份會輕判 很奇怪 他這個九十一年是五年 那隱月 虛遙 這樣子也可以論三合 第十四個 此關師有利在九月或者是九十一年隱月才能輕判 你看一下 縱觀此掛這裡 他說此人因為錢財 與喜慶有關之士 而得來官司 而且錢又拿不到 又有違照文書之時 很難脫罪 此罪必定會移送法辦 且會判刑 若在虛月或九十一年 子孫年隱月宣判 會輕判 若在十二月之前判 會以偽照文書之罪 比照判刑 那事實 占卜人生活無藻 居無定所 三餐難記 所以他沒有錢打官司嘛 對不對 像剛剛那個 我講那個啊 他的第六點 有沒有 豬雀柴材料 虛途空謀那個 沒有錢打官司啊 他連那個三餐都難記的啊 那有人介紹辦理大陸新娘結婚 有利可圖 生活困土三餐難溫飽之際 生出貪念 答應辦理假結婚 賺錢戶口 去大陸 以正式的法規辦理政見 那回台灣 也以正式的法規辦理入戶口 準備取回大陸新娘 那管區員警不願簽字 重點是占卜人居無定所 三餐難記 如果迎娶大陸新娘如何養交戶口 就差一道手續而無法完成迎娶大陸新娘來談 因而辦理結婚人頭之利潤也無法拿到 新娘也沒有取到 一切到此為止 以為時事就此了結 誰知大陸新娘卻以偷渡方式到台灣 更沒有通知張普人 張普人根本就不知道 經過一段時間 新娘被抓到 因為偷渡沒有護照 新娘藉此叫丈夫出來保人 因而引起警察局 送件給警察官起訴偵查 此時張普人才知道 竟然會因而惹到官司 心中非常懊惱及懷悔 當初一毛錢都沒有拿到 且新娘也沒有取回台灣 竟然會惹出風波 不知如何是好 張普此掛希望人知道 是否會被判險或無罪 要不要再有 её找封信 有用分的 鼻子要受控的 在這間更有照片 竟然會被判差